这游戏呢应该是去年大概也是这个时候发售的 现在呢它的应该是两个DLC这边是都已经发售完 现在steam上的也是在进行打折 我是觉得时机不错 正好把现在这两个DLC的开荒呢 也是正好录一录 整个这个游戏呢 我应该是刚发售的时候 应该是玩了很多 当时至少我觉得应该是它原版 这DLC之前的内容是都已经 相当是全部探索完 包括武器的一些 武器收集之类的 总之玩了很多 这边看大概是大概玩了60个小时 当然这些经验呢都是在这个DLC之前的东西 而且看现在版本也是跟我之前玩的时候是差了很多 所以说肯定有很多东西呢应该是有变化 这边再加上我好长时间没有打了 所以说也是不太清楚 我在录这期之前呢相当是进游戏来看了看 算是首先是熟悉一下我的这个按键操作吧 看看分锋键是哪个 然后加血键是哪个 总之是这么一样子 像我们这次开荒 我当时原版开荒的时候应该是 也是打的是哈的难度 这边我虽然说这个游戏的角色应该是等级表高了 但是它这个Nightmare呢应该还是 可以说是容错性很低 基本上是处于一个你满级的角色 基本上可能小兵打你 可能两三刀 Boss打你好多攻击 甚至一刀就直接是死掉 所以说容错性很低 只能是我当时可能比较熟练的时候 每次打一打Nightmare 现在开荒的话 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开荒 可能是最早一级号 新建号的时候的一个Hard难度 大概这个样子 选择一个Adventure 这边呢应该是可以直接 第一个DLC应该是在这个第三张地图的沼泽地区 应该是新加了一些内容 所以说我们直接用完的Venture 是可以直接走到 如果说你直接用这边游戏的 将近是它的那个战役的话呢 可能要打的第三张地图会比较慢 这边我们是节省一下时间 看一下 然后有新的一些 现在应该是游戏的整个这个技能点 应该也是增加了很多 增加了很多新技能点 我有点 我现在想起来 我现在的话 如果说 如果说我打Hard难度下 应该是不太需要这把冲锋 这样它是一个三连发 在我用它 转一个原因是 转一个原因是在 Netmare下呢 等于这三人solo 容纱性很低 很容易死 所以说我用这把枪呢 主要是用来保命 甚至说整个这把枪 作为一把输出武器来讲 我不是特别喜欢 这是幼吗 可能是幼 大家有心情的话可以读一读 这个东西我不太清楚 我原来读没读过 可能我觉得应该是读过 因为很多东西呢 这把是开荒的时候应该都有看过 我们看一下 我记得原来我用的喜欢 这把来福枪应该是不错 这把武器是不错 可以使这个 这个也算是一把 三发的来福枪 这个护甲呢 现在是你造成暴击后 是更容易造成暴击 可能 对单发的慢速武器来讲 应该是比较比较 适合 我之前应该是用的这个吧 嗯 增加20%伤害 我觉得直接是用伤害的吧 这套装备好像是我一开始开荒时的第一件套装 这个好像 我记得原来这个一开始这个套装是 好像是你必须到什么30多米之外的敌人 才有这个额外的伤害效果 现在好像直接就改成了一个长柱的一个 一个效果 这倒是不错 嗯 呼符的话 这是一个15的伤害 这是一个21的一个叠加伤害 这个应该是可以换的了 这个是之前我穿的是重型护甲 10%暴击 但是需要一个 这是肉博 加血的 这是技能 攻速的可以考虑 加血的 是跑步的 移动速度 是召唤的 好 这个15%的伤害 可以用这个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当时等于是最喜欢的一套组合 可能是大概这么一样子吧 这个护肤是一个增加雷电伤害的 我觉得两码武器应该都是会造成雷电伤害 大概这么一样子 好 这个好像是一个boss 也不算是boss 算是 小兵 给了540 这应该是有 应该是一个珠宝吧 我说是一个戒指 应该是我已经有的一个戒指 所以说就 它是直接是给转换成了钱 这儿有一个 现在看可能是觉得确实是有些 可能不是特别有挑战性 但是 这个变动我觉得还是蛮大的 或者说 它 在这个版本更新期间 它没准要是把 Netman难度给调低的话 没准是可以尝试一下 但至少在我之前 打的时候就是 尤其是在有boss情况下 直接是boss加小兵 随便砍你一刀 你就直接死了 真的是容量很低 太晃的话 就可能有点不太 不太适合 嗯 嗯 我的这个攻击啊 是要跑动起来才有一个 AOE上来 还是先把这个上面 跑到这种地方 啊 这么多啊 嗯 总是能听见有人的声音到后边 嗯 嗯 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没有必要打了吧 前面好像有一个 一个东西 这边可以 甩点血 不过问题不大 这边也是开了 相当于是四个游戏中 常驻的一个buff buff记得好像是在 四张地图吧 可以是 可以是买的 一个buff时期 一个小时 开荒的时候当然好像是很贵 一万块钱一个还是多少 基本上可能是你 你买不起 但是等这个号起来之后 钱多了 相当于是每次遇见的时候 都是可以买好多 之后的话 探索应该是可以 你 这是用到 应该有人的声音 这个人 还是一个人形怪啊 还是 这个我就是很喜欢 等于是你如果 瞄准够好的话 是可以大部分敌人 是可以一枪直接是暴头暴死的 啊 什么声音 嗯 这个敌人就不太好 他的脸好像非常小 但我的 我攻击就太高了 我记得刚开荒的时候 这张地图真的是死了很多次 就有很多的这种敌人 增加一个 一个技能点 我的技能点应该是 增加技能的使用速度 这个我觉得可能有什么用 先留着吧 我之前的技能点是满的 这等于是在 这个被火住了 对 这敌人他的脸 上面还带一个面具 真正的脸的有效 冒头犯人还是蛮小的 后面有人吗 这就很 可以说是很危险 敌人是直接在 附属的敌人一会儿冲过来 现在我目前还是不太习惯 这游戏中的奔跑 他是一个逃狗 有时候你这个跑 就自动就停下来 我是还 我本来还没有意识到 我怎么看后面好像有人似的 对 这有个人 敢不敢出来 没有 没有打到 没想他这个 头是一下 他不是探头出来 他整个身体出来了 小地图倒是 倒是前进方向 这开关的时候好多这种 类似于是墙到后面 他都会藏着那种 宠子的点 也是非常的隐蔽 经常是被 被他们可能是给埋伏到 这边好像是走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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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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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缺乏了 还在什么 这边还有人吗 不是 这是 有些人吗 里面 都在了 那没有人吗 上面还有个人 这什么东西 记得开轰的时候被这个怪好人追了好久吧 不停的跑 刚才是 除了这个大怪好还有一只虫子怪好在那边 他暴头在吼叫时会暴头真是很难啊 因为是他吼叫有一个画面效果从而是影响到你对头的判断 那是不是头在什么位置 又有声音 可以吗 老师一直有出暴子声音让我很紧张 后边有东西 能从这里这个地方捡到吗 过不去 我们来吧 来吧 快了 快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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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吧 这就是 我爱你 那么 這幾個是第3 哇 哇 觸手還是蠻強的 我記得當時一開始拍荒nightmare的時候 這個觸手很多的boss戰 就是直接是靠觸手並打 直接是把觸手放到boss身邊 我剛才是打的那個線還沒有死 我可以撿這個東西嗎 一個新的 新的護符倒是不錯 這個東西 可能是腐蝕是兩倍上的更快 肉搏的充能攻擊是會增加腐蝕效果 腐蝕機好像是撿護甲的吧 應該是誰在呼我 不好意思 那這地圖好像是 這麼走 這是個什麼位置 感覺好可疑 這地方看著好奇怪啊 好吧 沒用搞懂 好吧 沒有 沒用搞懂 這地方看著好奇怪啊 繞圈就繞回來了嗎 看著大地圖 樓層好像不太對 能是往前走 還有人 這邊還有個人 沒有 可能有子彈了 已經掉了一些 有子彈了 聽見了敵人聲音 什麼位置 沒有死 有子彈了 這麼多那種 那種敵人 嗯 有子彈了 有子彈了 是這個敵人他的 剛才還是打錯位置了 他的腦 還是那個 最的地方 好像也是 也是弱點 剛才我是在 在打肚子 以為是那個地方 沒有護甲 沒有護甲 我看錯了 他用餘光好像看見了一個 醜人一個在買次的敵人 我是看錯了吧 這位置看著像是一個出口 是一個出口 有子彈的 有子彈的 這位置 有子彈的 有子彈的 是 有子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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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子彈的 有子彈的 這個應該是沒有見過的BOSS 嗯 直接死了 可能等級是稍微有點高啊 但是我覺得既然是開荒就先這個樣子了 如果打 BOSS很有可能就是直接 怪打不死 怪拿兩下我死了 還是 技能可能是沒有學習到 但是那個怪的 他的 他的 機制應該就是不停的出小兵 然後出小兵的時候你要 同時要打BOSS他本體 看一下 這地兒就死胡同 很久沒有玩了 這個遊戲 你遇見這種死胡同是要做什麼 這好像是BOSS出生的位置 沒有 然後他給了一個什麼 給了一個護符也是 有一個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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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顯示你的技能會慢慢的恢復 但是加血的效率降低15% 好吧 這就等於是 我們是從這邊過來的 走了這麼一圈 這地兒好像是個門 等於是現在需要 往前邊走 我覺得這個地區 我覺得這個地區 那邊好像還有NPC在地圖上 好像是沒有用啊 他那邊是這個門 現在是鎖的 所以我還是過不去 哪裡的聲音 不上 不上 不上的話他應該是有過 這有點不太好 這個敵人他一直在朝我噴東西 是 他沒有追過來吧 我覺得他就是 自己卡那兒了 卡那兒之後呢 尤其是沒有一個攻擊手段 就是直接是採用了遠的進擊 還是很擔心後面那個人會追過來 好像離遠就沒有事了 這上面有什麼 這上面有什麼 香 這種敵人我就覺得 很便宜 什麼都沒有沒有弱點 就是你只能是不停打身體 那現在應該 這張地圖好像就這麼多 這是一個死的一個地牢 這個應該是一個前進方向 這張地圖 啊 好 一夜召唤 一夜召唤 已也可以 一夜召唤 一夜召唤 这边应该是绕了圈绕回来了 这个敌人也是非常隐蔽 专门可以看这边是专门给他设计的一个房间藏着 嗯 这个人 这个比较恶心 我觉得我应该是打到他了 这个暴头刚才就是这个刚才那个暴头真的是蠢 什么声音 是那个拿大锤那个里面吧 这个我记得张神一锤直接就死了 你能不能转头 真真恶心 其实在这个地方激活 给了540应该是我已经有了一个珠宝 被什么看见了 是能拿大锤的人 哦哦哦哦哦 人家 还有什么 有两只虫子 看一下 对护甲伤害 对护甲地区造成5000的伤害能获得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我一进游戏的时候给我的一个东西 这应该就是说要获得25个武器插件 这边 人是对护甲造成20×伤害 人是对护甲造成20елич害伤害 没有藏着敌人了吗 再次在哪里 这边应该是来的道路 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什么生理材料 我就懒得捡了 里面有个人是吧 这就比较无闹直接是身体伤害打死 喂 呃 嗯 嗯,聽見了蟲子腳嘴的聲音 在哪兒 又聽見蟲子的聲音 聽見蟲子的聲音 嗯 聽見蟲子的聲音 等於是這種大胖子出來的時候會帶一堆小兵 你怎麼一直在叫 不笑了 還剩這麼點血 看這個像是 是出自的道路 嗯 看一下 如果是BOSS戰的話 這個是腐蝕的 要割到我的會計籃上 真是腐蝕啊 這是那個會衝擊波加召喚小人的BOSS 這是一個原版的BOSS 並不是DLC的一個新BOSS 但是我的記憶有問題嗎 之前打那個什麼叫 什麼Green Bug還是一個什麼東西 沒有見到它的血條 這個BOSS到底有血條 這也是一個神經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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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對 這也是一個神經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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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Glowing Fragment我之前有过吗 这个还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原来打好像是用这个 Luminate是一个增加升级用的 这个现在是用来幻化用的 看一下是不是从这边出来的是可以找这个人对话吧 看着这个地形还是没见过可能是新人 我没有想到这些 这个话吗 等一会儿 你不是我的王子 你之前没有见过你的样子 之前 另一個世界? 你意思是有生命 超過這個瘋狂的岸? 不重要 我會生存在看它 多久我會有之前我會被捕 我记得我想起来这个地方的剧情了哈 之前就是村里的人一直在消失 然后被那个女王好像给转变成怪物似的 啊 Cesnia 她叫自己女王 她称为我们的导致 我的女王被拒绝了在拒绝了 一拒绝了不过死 她被拒绝了我的女王从内内 被拒绝了它们在拒绝了 很多人都被拒绝了不过拒绝了 但是我们被拒绝了 我拒绝了 一边后一边 所以现在要逃我 当我算了 是 它是感到很高的 学习的 有任何人高兴这些 是 从来啊 这个中央不见到他们 如果你有东西 我一直敢给递购 不要习惯出于这个地方 我会开心的 在这些中间 你懿得出什么 from beyond our world I also possess a cure for the Iskarl Vixworm If you desire it Oh it has saved me more than once Vixworm是 东西 先看看他卖什么东西吧 It is not much to test But it will keep your eye sharp 这还有一个新的debuff 是一个被寄生 好吧 直接 可以加速吗 这样大概买上100个 好像只能买99个 这可以反着买吗 不可以 哦可以这么买好吧 买99个 这什么 增加体力回复 嗯 买上99个 哦他还卖一个护符 这是什么意思 40%基础伤害 就等于是消耗40%的弹药吗 但是类似是应该是给你给打中吧 然后会增加7%的伤害 持续20秒 嗯 嗯 买一个 这写的trinket 他是 这是戒指啊 还是 护身符啊 好像是个戒指 我这个是 杀死敌人后 7% 那个好像是你需要 上弹后 我觉得上弹的可能还是更麻烦一些吧 杀死敌人的话应该是马上就获得了 这个还要上弹 应该是可能这个更好些 当然有 15% 我还有什么其他别的吗 我记得在没有改版之前这个戒指特别的厉害 是400伤害 之前好像就是 是 6% 之前好像是 总之是给我感觉上 暴击伤害很高 然后触发机率也不低 其实好像是这个 这个6% 是受我的其中一个 被动机能影响 所以说是伤害很高 这点是更容易暴击是吧 暴击伤害20% 嗯 长住10%的伤害 加20%的一个弱点伤害 就可以试试这个 看下他好像还有话要说 哦 小在你 是这些人 犯独划是病毒 一大五大 一大猪 最堆 一大猪 一大猪 它造成虐温长 它越 Namund 终于 一大猪 它不是 可以之前 这是 Sesnya,the queen,told us the Iskall would enlighten our kin but it has doomed us all I wish I knew Our kin were thriving We were on the brink of marvelous design Then Sesnya came preaching spiritual unity and a greater purpose She said only through Iskall would we reach our destiny Many believed her They're all gone now When I fled I hid here among our dead I discovered that my kin claimed by the Iskall dare not come here Perhaps there is something left of them in those husks Keeping abominations from sullying this hallowed ground I do not believe even Sesnya could step foot here now Sesnya's charming words drew zealots to her Her influence spread Iskall to our noblest kin Soon the remaining few who refused the Iskall were sentenced to death I had no choice but to flee Make no mistake The Iskall brings us no unity or enlightenment It wishes to devour us all There is nothing left of them in those mindless hosts Their essence died long ago For I to remove the Iskall They will crumble into dust Umm 这等于是太晚了 这等于是这边要是说有一个新的什么寄生的那个debuff的话 如果我们不给他治愈会 有时候类似于人物就直接是死了一样吗 这样 这边明显是一个新的 新的地区 倒是不错 想激活一个存档点 看一下 我觉得这边是正好机会存档点 所以说在这儿截下 下期呢我们是继续探索 这个地图剩余的地区 目前呢给我感觉上 这个dlc可能没有什么 就是过多新的内容 当然现在它是新加了 至少新加了一些小的boss战之类的 地图的话呢还是在原来那找的地图 所以说现在可能是 感觉上跟之前的那个开荒比较重复 当然这个dlc开完之后呢 我们应该是打下一个dlc 应该就是一个全新内容了 总之呢是我们这个开荒是一点点来 这期呢就先落这了 也是相当喜欢 这样我们下期见 所以在这个垒比较重复 需要让 Ciao 请摆下这边